创业总希望别人多给机会 但这位中年转业的老板 一个贴心念头 多为别人着想 为自己开创许多机会 就希望给人吃得健康 也为了给人方便 他不嫌麻烦 自己喜爱玉 做天然昏贵打响名号 也顺势帮助台湾校 夏天一到 来晚创冰最消暑 黄显蓉忙着创冰 手都没停过 客人就来了 你好 要吃什么 创冰在这边吃 来 全部种料 店里的招牌创冰料 昏贵是客人必点的 黑的昏贵 这些橱窗里色彩丰富 颜色饱满的昏贵 都是黄显蓉自己亲手做的 但在开店之初 其实黄显蓉卖的是 从工厂出来的半成品 没有想到要自己做料 冬天没昏贵 因为工厂就没了 所以还是要有昏贵东西 就是既然没有人 就想办法去自己做 自己做昏贵 但是昏贵的颜色 要从哪里来 黄显蓉不想要加 市面上的人工添加物 他开始寻找小时候 曾经吃过的 熟悉的味道 在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没有色素 那时候没有化解色素 我说应该是天然的 一想到如此 他开始打听问人 黄色的昏贵 那得怎么做出来 所以我去问某些人 他们跟我讲说 那就是用台湾的 红枝籽做的 红枝籽做三枝籽 所以我就想到 那要用三枝籽做 那我就去中药行 去迪华街 去找到 一颗颗的三枝籽 倒进锅里 加水马上把水染成黄色 这样简单又天然的做法 让黄显蓉有信心 做出天然的红枝 但略有色味的三枝籽 如何还原成小时候的味道 配的量的问题 有时候三枝籽放太多 味道又有点苦涩 那放太少 味道出不来 所以是经过几次的调整之后 才现在这个味道 找到了天然食品当色素 但困难的还在后头 当时中年转业的黄显蓉 依照老方法做分贵 可是让他吃足苦头 因此他必须研究出新方法 一面点火 一面加热 一面夹拌 夹拌到最后 那会拉不动的 所以我就想办法改成这种 用蒸的 锅炉上烧好一锅热水 夏天的厨房特别闷热 黄显蓉手脚利落 摇起番薯粉放进盆子 固定比例的番薯粉 加水调成粉浆 加水简单的动作 却也让它失败多次 加的是温水 还得看天气 每回温度比例都不同 量好三支子水的比例 倒进粉浆里 自然的色泽就蔓延到粉浆上 接着咬进锅炉上 准备好的热水 冲进粉浆里 这时需要不断搅拌 黄显蓉说这时候 就是最重要的时刻 这个拿捏在几秒里面 看准时机马上盛盘 粉水调料的比例 黄显蓉是自己摸索 靠的就是小时 那份嘴里的回忆 调的就是调到以前 我小时候吃的那个 昆贵的感觉 摆进蒸笼就等着大功告成 看似简单的步骤 其实是有难度的 我只是在冷热之间去调配而已 那粉跟水的量去 粉跟水的比例调配 跟冷热水的调配这样子 没有其他特别的就是窍门 但这个中间里面 自己要去拿捏 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粉柜 黄显蓉笑说 他是学做碗柜的 因为我以前看过 你这种碗柜是这样做的 他也是把粉跟水调好 再去蒸 在搅拌的时候 再让那水跟粉 热水下去的时候 那速度要拿捏 如果说热水加太快 以下就结块了 那热水加太太 那或是热水温度不够 水跟粉它不会浮撞 它会水跟粉分离的 所以也不能蒸 但要蒸多久没有参考值 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 时间很长的时候硬手的 但是就慢慢地把它时间剪短 一分钟一钟剪不到 不行 再加一分钟 那就最标准的 突破了做法 给黄显蓉大大信心 黄色的山枝紫昏柜 精盈剔透 因为降火特别透新凉 还有传统加黑糖的黑色昏柜 他也继续研发其他口味 加了抹茶的就是绿色昏柜 加了杏仁的就变成白色昏柜 黄显蓉的杏仁 不用外面现成杏仁本 而是自己亲自用研磨机搅打 也为了食品安全 经过人家加工过的 它加工过之后 它里面有加到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所以我心里想说 还是我自己来弄比较安心 那后来客人说有吃到渣 我觉得蛮高兴的 有人吃到渣会觉得 好像是小确幸 那我说既然这样我就多加一点 那个渣 那个不是渣的 就把它磨粗一点不要那么细 所以说到现在这种程度 会发明这么多颜色 其实是黄显蓉曾经研究过中医 运用中医基础的五行思想 联想到对应的颜色食材 也参考中医药点 天然食品养生法 去看那个中国的药点里面 我会看到白色就是新的 它是顾费的 所以在五行里面 它白色就是新的 研发过程却在红色昏贵上 遇到了困难 试过许多材料却都不成功 同事我最初是用那个 那个什么花 洛神花 洛神花做出来颜色很漂亮 但是它不Q 我试了好几次 因为洛神花酸酸的 那我想是不是想说 是不是酸的东西在 会里面做不太Q 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很彻底的去研究 但是一直做不起来 最后是朋友给的灵感 用红麴当天冉冉设计 终于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红色峰会大功告成 但这样的成果 黄显荣并不满意 店里现在还放着它多年来 坚持要加的一样材料 就是碍玉 一直在酬让那个 它跟它那个胶脂 混在 先让它混在水里面 处理碍玉 黄显荣不假他人 都是自己亲手戏 看着计时器 把装着碍玉籽的纱布袋 再沉着开水的桶子里 反复搓洗 为了这样配料 黄显荣还特地去拜师 她说洗碍玉不能停 要以气合成 不然可就得前功尽弃 你停了它胶出不来 等下时间到 阿姨到时间一到 它会发酵 等于发出来 就没办法洗了 就等于是 那个胶已经就是 没有办法让你在水里面搓了 胶里面会有空气跑进去之后 吃起来就不Q了 就脆脆的 就怪怪的 就是没有那口感 黄显荣说洗碍玉时间又长又麻烦 碍玉籽的价格又高 他也曾想过不要这样配料 是一个原因让他坚持下去 有一天有一位孕妇来买病 她说要买碍玉 她说要吃碍玉 那我们都问她说为什么 她说那个中和一家中医 告诉她说 怀孕的时候 孩子在肚子里面火气大的时候 吃癌可以降胎火 所以我想说既然这样子 不管成本高不高或怎么样 还继续地做好 一个一个我们看起来最麻烦的做法 但在黄显荣想法里 这事情很简单 要给客人吃单一安心食品的心意 也很简单 她总笑说 复杂的事她做不来 她也不知道要加什么奇怪的东西 在吃的里面 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一点点坚持 发生我们是不泡小苏打的 因为我们只有泡水 这个里面就有些学问在里面 所以泡小苏打的时候也比较好煮 煮起来漂亮 所以我们煮出来有点都会断掉 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我总觉得不加小素材比较好 黄显荣不另于分享经验 传授许多土地在外展店 把坚持天然的理念 那份简单心意传承下去 始终如一 贯彻初心不容易 稍后来看这位音乐人 三十年来就上百只猫犬 即使负债又离癌 他仍无怨无悔充满感情 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老天爷并没有放弃我 他永远永远都在 我可能走到最绝路的时候 都会帮我一帮 我不是一个有钱人 但我请全力跟我负债 都愿意让他们吃饱 跟看好一生 我觉得我对他们 是有一份责任跟承诺 你就必须把这份责任给负责完 谢谢他们给我的磨练 还有给我的经验跟经历 跟我快乐的人生